小朋友好,我是Misereka 我们今天来听听老鼠新娘 老鼠新娘 从前有一个老鼠家庭 他们家有一只很漂亮,很漂亮的老鼠小姐 准备好了嫁妆,等着要嫁人 很多朋友知道了,都来他们家提亲说 请把你们家漂亮的小姐 许配给我们家儿子做媳妇吧 每次老鼠妈妈都说 不,我们家女儿这么漂亮 怎么可以随便嫁人呢 老鼠小姐跟老鼠妈妈,老鼠爸爸 老鼠爸爸问了老鼠妈妈说 我的好太太呀,你说说看吧 我们家女儿应该嫁给谁才合适呢 老鼠妈妈正在院子里晒太阳 她一边打毛线,一边望着天上说 嗯,我看太阳最伟大咯 我们家女儿如果能够嫁给太阳 一生一定能够过得非常幸福美满而快乐 老鼠爸爸听了很高兴 好了,那要去找太阳先生咯 他马上请求太阳 太阳先生,你是世界上最强壮 也最伟大的人 我们家的漂亮女儿嫁给您好吗 太阳先生笑咪咪说 谢谢,谢谢你的好意 可惜呀,我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哦 那么,谁最伟大呢? 老鼠爸爸急忙问 是云 云,我最怕云了 太阳先生伟大 嗯,所以呢,太阳先生说他不是最伟大咯 他说是云先生 为什么是云先生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一片黑云飘过来 把太阳先生给遮住了 太阳先生从黑云里探出头来说 你看吧,我没骗你是不是 我说云先生是比我伟大咯 没错吧 老鼠爸爸赶忙请求 请求云先生说 云先生,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我们家的漂亮女儿嫁给你好吗 云先生也笑咯 云先生摇摇手 说 谁说我伟大呢 风才伟大呢 他比我强多了 云先生的话刚说完 一阵风吹过来 把云先生吹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老鼠爸爸急忙请求风先生说 风先生啊,风先生 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您愿意娶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吗 我们家女儿很漂亮哦 风先生也笑咯 嗯,所以呢 云先生不是最强的 风先生也笑咯 好像他也不是最强的 你觉得是谁 风先生笑着说 别开玩笑吧 我一点也不伟大呢 因为只要遇到一堵墙 我就吹不过去了 可恶的墙壁先生 常常取笑我呢 老鼠爸爸 马上去找墙壁先生 求他说 墙壁,墙壁 世界上最伟大的墙壁先生 您知道的 我们家女儿是世界上 最漂亮的老鼠小姐 嫁给你做新娘好吗 墙壁听了哈哈大笑 哦,所以好像墙壁先生 也不是最伟大的 那会是谁呢 墙壁先生说 算了吧 比我更伟大的是你们老鼠 我最怕你们的厉害牙齿呢 哎呀 墙壁先生的话刚说完 突然哀叫一声 原来有一个老鼠青年 正在墙角下 咬啊咬的 要咬一个老鼠洞了 老鼠爸爸 看那位老鼠青年 长得很英俊 就把女儿嫁给他了 老鼠青年很高兴 因为他去到了世界上 最漂亮的老鼠新娘咯 所以呢 这个故事就是提醒我们 不要舍尽求援 幸福就在自己身边 意思就是说呢 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 就在我们身边咯 不用找太远 对不对 像老鼠爸爸妈妈 要找最强的人 最伟大的人 给老鼠新娘 可是呢 太阳先生不是最强 云先生也不是最强 风先生也不是最强 强先生也不是最强 结果呢 最后还是自己老鼠 最适合他们家的老鼠小姐 对不对 好啦 小朋友下次见咯 拜拜